这个店家三妈臭臭锅呢 遭到检举豆腐不合格不是第一次了 那么在过去呢 像民国93年98年的时候 都曾经分别因为酱料和豆腐不合格 也遭到了检举 全盛时期 全省的加盟店有400多家 现在已经少掉了一半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刚煮好的小火锅冒着热烟 还有蔬菜跟肉片滚起一口热糖喝下去 加上一人份的配料刚刚好 让三妈臭臭锅在台湾掀起风潮 不过现在三妈臭臭锅因为加盟店过多 品质把关出现漏洞 这次除了豆腐不合格之外 其实在民国93年5月的时候 就遭检验酱料不合格 民国98年10月遭周刊踢爆 卖了恶心的豆腐 也使得这几年加盟店慢慢减少 全省时期超过400家 现在只剩一半 而另外一家趁势新奇的臭臭锅 则是大呼过瘾 也是打出百元的价格 这次也成为三妈的竞争对手 一口汤一口料吃在嘴里 冬天民众最爱的小火锅 寒流来其实业绩就可以成长两到三成 也成为民众加盟的首选之一 只不过品质如何维持 让民众放心 也成为业者的首要课题 周深沉顺罗佩玉台北财富播导